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想得到这个女人 想和她在一起 因而她会霸道地向所有人宣示自己的主权 让女人看到她炙热的心 相对来说 女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就显得矜持多 不是她不够爱 只不过她在犹豫 在害怕 她怕自己在感情里受紧伤害 害怕自己的一腔真心得不到回报 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时 女人一般都会默默地隐藏着自己的爱意 除非对方真的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喜欢 不然的话 女人是不会轻易说出真心的 可爱情哪有那么轻易 就能掩藏得住的呢 即使你演技再高超 也藏不住你的真心 女人心中那份小心翼翼的爱 只要你仔细观察 用心留意她的异常 你就能明白了 在异常交往中 倘若女人愿意让你碰她身上这四个部位 那说明她早就已经对你方心滥许了 一 女人的腰 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男人的头 女人的腰 只能看 不能摸 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也充分表明了一个信心 女人的腰对于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部位 且是异性不能触碰 否则会出大麻烦的 的确如此 腰对于女人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隐私的部位 只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才可以触碰 比如说自己的家人 关系亲近的闺蜜 以及自己的爱人 若是有其他人不小心触碰了 肯定会引起女人的反感 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很轻浮 就算你是她最好的异性朋友 也不能如此的不尊重对方 可假如女人愿意让你一直触碰她的腰 没有说过一句拒绝 那说明她早就已经对你方先暗许了 不是她不自重 而是她沉浸在爱情里 舍不得离开你了 为了你 她愿意付出一切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二 女人的嘴 其实女人的嘴巴 也是她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部位 而这个部位 她们一般都不会让人轻易的触碰 对于她们来说 男人触碰了自己的嘴巴 那肯定是带有一点挑逗和暧昧的意味 虽然不是亲吻 但是也足够让两个人脸红心跳了 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时 女人是很忌讳 男人触碰自己的嘴唇的 因为她不想和对方有任何感情上的牵扯 也不想引起暧昧的误会 可假如触碰她的人是她最爱的男人 那么一切就又不一样了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她总是舍不得拒绝的 哪怕男人不小心触碰了她的嘴唇 她只会希望对方多停留一会儿 而不是厌恶 这样截然相反的反应 是因为女人心中有爱 有了这份爱才会愿意去亲近 也更希望男人能主动靠近自己 三 女人的脸 每一个女人都是爱美的 而她最重视的地方也是自己的脸 不管是普通人 还是光彩照人的大明星 只要她是女人 她都会进行呵护自己的一张脸 或许有些人没有多余的钱做保养 但她却能在有限的资金里 给予自己最好的一切 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美一点 因而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可以不小心碰她的肩膀 她的手 但一定不能碰她的脸 若是不小心力道太大了 男人就会毁掉她的妆容 甚至会给她的脸留下痕迹 而这些都是她不愿意看到的 可在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时 她的底线和原则 却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掉 在她面前 女人总是会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心软 再者 相比于自己的脸 她更珍惜男人停留在她脸上的温存 四 紧 女人的脖紧是不会允许 理性轻易靠近的 人和人之间是有安全距离的 靠近女人的紧 就已经越过了这条安全界线 女人要是不喜欢你 就会下意识地自我保护 后退几步 离你远远的 但若是她对你有意思 女人就会站在原地不动 默许你的亲密 男人可以趁机凑上去 让她感受到你温热的呼吸 这样极致的暧昧 会让女人忍不住为你动情 爱情会使人忙 所以女人在面对心爱男人时 总会下意识地多退一步 把自己所有的原则都忘在脑后 而这些正是爱情的美妙之处 女人身上的这些部位 她若是让你碰了一个 说明早已经对你方心安许 若是你早有察觉 不妨试着主动一点 把握住彼此的机会 抓住这次难得的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